我们两位今天的最佳男主角 五一创作男团 一杰齐五冠叶出场 有请五冠叶一杰齐 谢谢 大家好我们是五一 我是五冠叶 我是一杰齐大家好 高兴大家今天大哥大姐们 来这里跟我们一起 分享我们的人生旅途 这样专辑 好我想我们一开始先拍照这个环节 我们先进行一下 我先帮你麦克风拿手上 那我们在专辑的这个刊版前面 好那我们先请一杰齐跟五冠叶 看我们这个右前方摄影大哥 还有谁 我想呢接下来我们要很快切入主题 今天很高兴遇到一杰齐跟五冠叶 那我们请这个一杰齐呢 我想大家请讲知道 五一这两个字 因为这个团名很特别 跟我们谈谈五一这个团名 它的一一跟两个人在这个团里头 各自的负责什么工作 五一嘛很容易嘛 签名的时候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两个认识十几年了 大概是十三十四年吧 那我们真正在做音乐的时间是十年 所以我觉得十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 因为在一起久了 然后如影随形 然后去哪里宣传都有他都有我 那不如我们两个来成军做一个组合 而且这个音乐圈里面的组合条会越来越少了 尤其是这两个创作 以前我们想到以前有那个优克里林啊 文艺良品啊 但是就是还没有那个真正有老男孩的那种感觉啊 所以五一这个意味着十年一起创作这么久啊 我觉得彼此都要给一个名分啊 对啊 当然啊 这样走下去总是要有一个名分啊 那我觉得这样的创作呢 更密切更完整 你能补充吗 补充一下 冠业 其实是以我们的信 就是我是五冠业嘛 然后是五 然后他是一 节旗是一 那这个意味着我们从很多十年辛辛苦苦也有 快乐的时间也有 一起合作音乐 然后一直到今天 所以我们这一章是经历了我们两个人生 很不容易的一个旅途所形成的一张唱片 所以也是一个五一重新开始的一张人生 那在这家专辑同彼此的分工 大概是怎么样去分别呢 我以前都是一个人创作啊 以前的写歌 哪一把吉他就写 写很多很多人唱过的歌 那后来我跟冠业在一起合作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慢慢不弹吉他了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弹很好 所以那个音乐的方向有点窄 那后来认识冠业之后呢 他就开始弹钢琴 所以弹钢琴的时候 我就觉得 诶 宽了起来 所以写的东西又跟以前的前十年的都不一样 那后来冠业这个部分 我是在写melody 写词的部分 那冠业这部分就写编曲 反正呢 是斑斑五一我都要做了 除了唱歌 因为唱歌只有他会唱 我不会唱 我告诉你啊 这个五一这团队最特别的事情 就是只有我唱 然后他连和声都没有 对啊 这个是我们比较特殊的啦 比较特别的 对这是特色之一啊 我想还有很多地方 待会我先留个符笔 大家有机会可以再误误看 那相同其实 你们认识了十年 我想这不容易 合作过很多的作品啊 你们遇到什么瓶颈 还是有没有曾经闹过不愉快 会不会在你们脑筋里面 曾经出现两个字 拆火 来跟大家说一下 杰琪 因为我脾气比较坏 脾气比较不好 那观念态是比较稳重 比较 结果我们两个在后面呢 就五一集是互补的 那 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 我做了一张EP 叫千里之外这首歌 官员就帮我编曲 帮我制作整张 那时候他想说 以前你自己的专辑里面 都有一贯的唱法 那这一次 我们要不要来尝试新的唱法 他想说 怎么尝试新的唱法 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唱 这样的方式唱歌啊 那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不是很顺利的 因为他的要求是我 我做不到的 然后我心里面想 那个脾气又很快 就来了 想说不如不做了 算了不要做了 这样子 后来他就给我多几天的时间 去思考 要不要把这样专辑做好 如果要做好的话 你就一定要改变唱法 那官员有没有拆火吗 你想过这个字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合作过的默契 然后他是从李宗胜大哥那边 接下来的那样专辑 就是我制作嘛 那时候可能他有一些对比 那我也不知道他的唱歌的习惯 跟音乐的方向 后来我们经过了这十几年的摩擦之后 我们现在 摩擦 摩擦 对 摩河 然后呢 就是很多的音乐里面 很快 比如说我们花五分钟 我们就把一首歌写出来 就像我们之前写给静如的 那些都是只花了五分钟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了 所以这是我们 那问题你没有想过拆火啊 那时候我们算是十年的创作 那你没有想要离开我 对 我是没有想要离开你啦 官员说一下 你有这两个字吗 那时候 其实有啦 就是很难搞的一个人嘛 然后就是犹豫症并发的时候 最难搞这个人 最想拆火耶 谢谢